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还什么也不知道 过了一会儿 他从围墙上下来 悠闲地走到车边 开车离开了 数日 一个料理培训班 斗仙认真地听着厨师长讲的内容 可是他的注意力很快被旁边一个戴着鸭舌帽的人吸引 厨师长仿佛也知道斗仙走了神 走到他们两人身边 对斗仙进行提问 又提醒戴鸭舌帽的人戴上围续 这时我们才知道 这个吸引了斗仙注意力的戴鸭舌帽的女人叫士兵 斗仙尽力集中注意听客 可是还是不由自主地被士兵吸引 时间一天天过去 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进展 这一天 两个人在练习刮鱼鳞 士兵刮得又好又快 斗仙则做得一塌糊涂 他只能偷偷地看士兵的动作 进行模仿 可却怎么也做不好 无奈的士兵只能开口知道斗仙 在士兵的帮助下 斗仙找到了秘诀 下了课 斗仙坐到街边的椅子上喝着啤酒 却不知道自己被不明人事偷拍了 回到家 斗仙的两个好兄弟 刀疤男和景敏 已经在他家里等候多时了 刀疤男是斗仙在黑帮市的下属 对他忠心耿耿 景敏则是斗仙的好兄弟 斗仙对两人的到来表示很高兴啊 晚上 三人在酒店喝酒聊天 对和他们的聊天中 我们得知 斗仙不知道黑帮老大 被车撞到生命垂危的事 还觉得自己当初主动提出退出黑帮 还没混出什么名堂 没脸见黑帮老大 想等自己饭店进程后 再联系黑帮老大 请他来自己饭店吃饭 却不知道有没有那一天了 第二天 斗仙被一阵摩托城吵起 两兄弟已经不见人影 桌上是刀疤男 留给斗仙的一个字条和一把菜刀 斗仙又来到厨师班学习 今天大家学做汤 可斗仙做的汤并不被厨师长认可 反而士兵做的得到了厨师长的夸奖 斗仙想人不服气 直接打开士兵的锅 尝了尝他做的汤 由于太过于美味 他竟端着锅喝了起来 下课后 士兵骑着摩托车停到斗仙面前 问他是不是直接回家 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骑着摩托车扬长而去 到家后 士兵开始整理相机 而相机中的人都是斗仙 电脑上也存着斗仙美日的去向 士兵将这些关于斗仙的资料打印出来 装在文件袋中交给了一个小头目 原来 士兵是受人指使 故意接近斗仙进行监视他们 头目走后 有个小混混来士兵这里 要这个月的房间 士兵与混混发生口角 妹妹恩贞为了给姐姐出气 故意用水浇湿了小混混 士兵和妹妹恩贞两个人相依为命 感情很好 晚上 斗仙逛完夜市回家 接到刀疤男给他打的电话 告诉斗仙黑帮老大去世了 斗仙感觉到很突然的 立刻收拾前往黑帮老大葬礼 葬礼后 斗仙在为黑帮老大的离世 感到难过戒酒消愁 其余帮派首领则聚集到一起 谈论继承人的事 这边士兵则趁自己空闲时间 在自己的秘密基地制作子弹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士兵和妹妹恩贞 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两个人每天吵吵闹闹 过得很开心 快乐的日子没有过多久 小头目找到了士兵 警告他 让他继续监视斗仙 不要掉以轻心了 无奈 士兵只能继续来上烹饪课 一次上课时 斗仙看士兵披头散发很不方便 给了士兵一个毡子 让他把披散的头发挽上去 这一时 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在士兵接电话的时候 斗仙接到了 士兵没放好 掉下去 差点砸到自己脚上的刀 代价是伤到了自己的手 也因为是这样 两个人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结束课程后 斗仙主动来关心 情绪低落的士兵 两个人一起喝奶茶聊天 相处时 士兵看斗仙用的还是老年纪 主动帮斗仙换了智能机 还教他怎么使用 两个人的感情 也在逐渐接触中升温了 恩贞为了尽早还清欠别人的钱 想到去偷小头目的货 士兵回到家后 发现妹妹不见了 四处着急寻找 及时赶到 就下偷货被人发现 差点被抓住的恩贞 回到家后 恩贞打开箱子一看 吃一箱白粉 表示很失望 士兵则担心被小头目他们知道 会找他们麻烦 晚上 两人熟睡时 被一阵震动声吵醒 原来是小头目带着小弟 来要自己丢失的货 危急时刻 小头目接到一通电话 正是这通电话 救了两个人的性命 电话中 说要士兵把斗仙做掉 士兵拒绝了 晚上 士兵主动来到斗仙家里 告诉他 自己不会再继续烹饪了 还劝斗仙 也离开这里 去首尔 说完就离开了 斗仙主动追上士兵 想邀请他吃饭 两个人来到海边 一家小餐馆 吃了自助 期间 士兵告诉斗仙 世界上有三种最重要的金 一个是黄金 一个是盐 正要说第三种 却被恩贞的电话打断了 反后 士兵和斗仙告别离开 士兵离开后又返回 斗仙高兴地上去迎接 却被士兵身后 跟着的汽车撞倒在地上 斗仙爬起来打碎玻璃 斗仙爬用玻璃叫醒凶手 士兵却发现 凶手是恩贞 在斗仙准备动手时 被士兵阻止 恩贞趁机离开 斗仙也暗暗记下了 恩贞的车牌号 斗仙回到家 刀巴南给斗仙处理伤口 时告诉他 自己在送给他的刀里 藏了黑帮老大的遗书 斗仙知道后 带着遗书来到首尔 当着所有人的面 烧掉了遗书 告诉他们 当务之急 是找到害死黑帮老大的人 而不是在这里内斗 隔天 恩贞开的汽车 被人从水中捞起 随着汽车被打捞上来的 还有恩贞的手机 却没有发现恩贞的踪影 斗仙这边跟短命男喝酒 短命男也是邦里的人 两人是对头 如果没有斗仙 当会长的就是短命男了 短命男透露 黑帮老大 是因为贪污公款的事而亡 洗手间 斗仙被人暗算未成 回去的路上 从刀巴南那里得知 短命男当天晚上被人杀死 刀巴南猜测 伏击完斗仙和杀死短命男的 应该是同一批员 刀巴南要送斗仙 去秘密藏身地躲避 斗仙这时也明白 原来不只是内斗这么简单呀 士兵认为是斗仙派人杀了恩贞 便来杀手组织的头目 江女士这里 江女士提出 要杀斗仙 士兵也从杀手组织这里 得知了斗仙的行踪 并且来到斗仙住处 对面大楼寻找射击点 正当士兵下定决心 要替恩贞报仇时 天空中放弃了烟花 士兵被烟花吸引了视线 又被斗仙发来的烟花 绽放的照片所感动 最终 还是没能忍心下手 斗仙对这一切毫无所知 思念无处安放的斗仙 来到跟士兵吃饭的茶馆 思念士兵 正好被士兵撞见 士兵看着斗仙开心的样子 心里是五味杂陈呢 反后 士兵质问斗仙 为什么要杀恩贞 斗仙否定了 最终 士兵还是没忍心 朝斗仙开枪 就离开了 士兵内心很纠结 又好奇是谁要杀斗仙 江女士没说 却肯定 斗仙是必死无疑 痛苦的士兵 来到斗仙所住的楼下 与他见面 斗仙在楼下 找到了发烧昏迷的士兵 并带到自己的家里 在给士兵换衣服时 斗仙看到了士兵身上 未愈合的伤口 表示很心疼 到巴南这边 打听到士兵的关系 跟杀手组织关系不一般 并且汇报给了斗仙 斗仙知道后 依旧会士兵狠关系 主动给士兵打调瓶 买奶茶 甜点的 斗仙也从士兵这里得知 手机上还能通过软件 看到对方在哪里 两个人就像平常的情侣一样 相处着 只是士兵 从来不让斗仙拉开窗帘 白天也不行 好景不长 杀手组织告诉士兵 确定了动手时间 士兵得知后 抓紧时间跟斗仙约会 两个人一起去照了大头贴 看了电影 唱了歌 斗仙借着拍大头贴的名义 拿到了士兵的照片 偷偷地给士兵办了护照 最后 士兵又喝醉 被斗仙背回了家 两个人到家后 刀疤男找来斗仙回报工作 一进门看到士兵 给吓了一跳 赶忙要回避 被斗仙叫了回来 士兵趁两人聊天的时候 出了门 刀疤男警告斗仙 士兵不怀好意 斗仙不以为意 士兵从斗仙家里出来后 来到了对面杀手组织这边 就在杀手组织 准备动手杀死斗仙时 被士兵制止 杀手告诉士兵 只有杀了斗仙 士兵自己才能活命 刀疤男离开后 斗仙在家里等士兵时 这一时 一群人闯了进来 跟斗仙发生了争斗 在斗仙现有危机时 士兵在对面的大楼 开枪射击杀害了斗仙的人 幸好刀疤男及时赶过来 斗仙脱离了危险 士兵则伤心地站在窗边 隔空跟斗仙说着再见 江女士接到委托人的电话 要求尽快杀死斗仙 斗仙这边 也有所行动安排了出国 就在斗仙准备出国的那天 他还是不放心士兵留了下来 斗仙想到了 手机定位的那个软件 打开手机跟踪士兵的位置 终于找到了士兵 在斗仙开车 带着士兵离开的路上 被杀手组织盯上了 一颗子弹 突然打穿汽车的前挡风玻璃 两个人驱车来到一片荒地 士兵质问斗仙 为什么要跟过来不离开这儿 不然他会死 斗仙安慰士兵 自己没那么容易死 两人都表示 自己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时 杀手组织的车也追上两个人 双方在荒野 展开了一场殊死追击 追击过程中士兵受了伤 两个人也被逼到了路的尽头 为了保护士兵 斗仙拿枪主动迎着杀手的车而上 杀手的车被斗仙射击翻了车 士兵和斗仙两个人 则开车趁机离开 两个人找到落脚处 斗仙把偷偷做的护照 交给士兵让士兵先离开 自己随后会带着恩真过去 又对士兵表示了喜爱之情 希望士兵能够幸福 士兵很感动啊 第二天早上 士兵醒来时 斗仙已经不见了 斗仙这时正在寻找恩真 却不知道杀手组织的人 也在寻找恩真 杀手组织给士兵打电话 用恩真来威胁士兵 在杀手组织发现斗仙的踪迹 准备杀死他时 士兵给杀手组织打电话 告诉杀手组织 自己要亲手杀死斗仙 士兵偷偷地拿出 自己制作的子弹 和恩真在掩护旁边见面 杀手组织埋伏到暗处 用狙击枪瞄准斗仙 士兵问斗仙 用眼泪可以制作出惊言吗 斗仙说是 但一辈子都会很痛苦 一问士兵是否带着枪 士兵没有回答 却突然从怀里掏出了枪 对准斗仙 战篮的水面上 倒映着两个人和天空的影子 仿佛给这份爱情涂上了颜色 随着士兵一句对不起后 一声枪响 斗仙的雪散落在空中 身体跌坐在湖水中 在杀手的监视下 士兵又朝水里开了一枪 最后把枪丢进了水里 热带的盐湖上 只剩下士兵一个人的身影 阳光驱散乌云的遮挡 露出点点阳光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一望无际的海面上 驶过来一艘船 岸边 恩真大喊了一声社长 船上的人转过头来 依然是斗仙 斗仙拿着捕捞起来的鱼 和迎接自己的恩真和刀巴男 一起回了家 饭桌上 恩真抱怨斗仙做饭太闲 刀巴男则替斗仙开拓 是因为挨了盐做的子弹 士兵这时走了过来说 开始营业了 几个人就这样 各司其职地经营着餐馆 过上了平静又幸福的生活 也许你还不太能理解爱是什么 但是看过这部电影你会明白 爱是无条件的信任 是冲破一切奔向你的决心 故事到这里都结束了 我是市长 我们下期见